怎么了四哥 你的脸色好难看 又碰钉子了吗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 黄师傅 麻烦您转告太子 打明儿起 我告病 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把咱大清国闹亡了 他也就不会再闹了 太子刚刚被费力 却不懂得韬光养晦 反而变本加厉地跟着百官对干 一切正如老爸预料的那样 太子复位之后 他会做出很多道行逆施的事来 弄急了 他还可能会狗急跳前 随着老十四前情宫门闹市 八爷已经彻彻底底的 退出了夺底竞争 而仅跟着十四爷掌管兵部 之前八爷背后庞大的资源 只能为一个人服务 这个人现在变成了十四爷 当然了 他还需要等待 他还需要耐心 他还需要装出一副 心疼八哥的样子 他要让八哥把仇恨指向黄阿玛 而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 八哥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恨阿玛吗 十四弟啊 这人世间最难解的 就是恩怨两个字 什么是恩 什么又是怨 极难分明啊 此处剧本中还有两句对白 老十四说 黄阿玛就是糊涂 就凭您八哥的这份忠心 他就应该选您做太子 而八爷则表示 自己早已信如死灰 只希望弟弟们 尤其是你十四弟 能有些剑术 便此生无憾了 当然了 八爷嘴上这么说 心里早就看透了 老十四的小伎俩 他明白老十四是把双刃剑 但老弟终究是老弟 老十四有的只是小聪明 不足为虑 他掌管的兵部 在以后的夺敌中 可能会派上大用场 两人在这儿汹涌地宫 五百米开外 就听见老十 乍乍乎乎的开了过来 八哥 动手了 动手了 老二这条狼 开始咬人了 几十个官员 包括马骑 都要让老二免官了 老十四当中表示 自己愿意再次出马 火上浇油 而老八则另有高见 让四哥去管吧 你们不知道四哥这个人啊 他实实处处 站着个理子 你们想想 太子要爸的这些人 虽然都从上表举荐过我 但毕竟都是皇阿玛 一手提拔的朝廷命官 爸他们 就是和皇阿玛过不去 就是和朝廷过不去 四哥 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子 犯傻吗 当然不能 于是四爷就真如老爸 预料的那样 苦口婆心地去劝太子 希望二哥以江山设计为重 再说了 你一下撤掉那么多官员 咱爹他能同意吗 就算咱爹没意见 公司那么多的业务 交给谁来干呢 我说不能 但这件事 我不会听你的 老四 你将二哥做一回中 不要来管这件事好不好 不好 二哥 我就要管 你这和我说话 老四 你是我的人 二哥 你确定 你是老实人 不要学老八 二哥 你说谁是老实人呢 我觉得你在侮辱我 四爷对着太子 一顿慷慨陈词 太子爷却避重就轻 乱打岔 四爷也真是气着了 扭头就走 正好迎面碰见了 十三爷 搀扶着老王山 怎么了四哥 你的脸色好难看 又碰钉子了吧 我碰钉子算什么呀 黄叔父 麻烦您转告太子 打明儿起 我告病 让他一个人闹去吧 把咱大清国闹亡了 他也就不会再闹了 我说四爷 你这右手的伤还没好呢 来这么一下子 想必很疼吧 王老头也急坏了 信说 你这倒霉孩子 好不容易给你搞复利了 你又在这瞎折腾 你到底想咋样 那我们二爷心里也憋屈着呢 我都复利太子了 就弄老八几个人 再一个个都来说我 连你老四也跟我撩条子 好了好了 都搞病吧 都不要干事了 反正我是孤家寡人 大不了 再次备废 直接给老王头起运了 太子还想跟十三爷 吐槽两句 你说我这个太子 还怎么当 还怎么当啊 太子爷 您是问我 您这头该刮刮了吧 告辞 那你以为 太子就真的没盟友了吗 当然有 有两个大坑 已经等了他好久了 太子爷 想死我们了 我也想你们了 要说雍正王朝中 太子之所以两次被罪 离不开皇帝人和司马 上着哼哈二将的功劳 甚至我都怀疑 这俩坑货 是不是八爷派来的卧敌 但凡献策 必是搜主意 而且次次东窗事发 结果呢 太子还偏偏就爱他俩 一见面就好像找到了 失散多年的家人 一面招呼 家人快坐 一面跟家人们疯狂吐槽 说自己虽然负了太子之位 可做起事来 比过去还要难搞 像你们这样的卧龙凤雏 哼哈二将 已经不多了 一眼望去 都是老八的人 空虚太子 还怎么做呀 今儿啊 我想免掉老八的几个贴杆 没想到 老四和老十三都反对 就连王师父他 不说了 空虚太子是越说越气 而黄蹄人也马上替太子分忧 说他们去了一趟江夏镇 见到了八爷党的财审 任不安 去年八爷为了高夸太子 坑了他 自己丢了官不说 弟弟任继安倍斩首 小舅子刘把女 到现在还在刑部监狱 采缝人机 所以他决定弃暗投黑 加入咱们的坑壁团伙 太子有些不以为然 一个被革职的丧家权 能有多大用处 然而太子有所不知 任伯安这个人 用处大了去了 他之前在立部上班多年 干了一件 十分了不起的事 他利用自己 在立部管理百官档案的机会 广播耳末 把三百多名官的隐士 都记录下来了 编着一本册子 叫做百官行术 太子一听不禁大喜过望 这不等于直接攥住了 三百多名官员的小辫子吗 侧子呢 快拿来让我先赌为快 哼汉二将这才指出 人家任伯安放着这么大的谈判筹码 凭啥白送给你 任伯安 他愿意交出百官行术 并且他愿意 把他为九爷经营的 挤出钱庄和当铺 也弄到太子爷的门下 但是 他请求太子爷 答应他两庄室 第一件是放出他小舅子 第二件是让他官复原职 这官复原职对太子来说 虽然需要点时间 但还不算太难 可第一件事就麻烦了 刘八女呢 可是康熙亲点的要饭 你们俩上次就因为这个事 才被免职的吧 这件事 不好弄 不好弄啊 不好弄 并不是说不能弄 接下来就该白胡子老头 黄体人出马了 他给太子织的招式 让十三爷去做 太子说你们怕是疯了吧 我十三弟那是有名的下王 而且当时张五哥的冤案 就是他自己牵的头 现在他自己偷摸把六八女放了 那不是删自己的脸吗 他能干出这种缺心眼的事吗 太子刚说完 自马上又给出阴招 你直接让十三爷去干 他当然不干 你可以先把他拉下水吗 然后逼着他干 这样他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原来呀 沃龙凤初早已联手 设计好了连环计 要套的十三爷身不由己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将掀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发展成一个难以收拾的结局 而在这整个链条中的第一环 就是十三爷毒杀郑春华 年更瑶 血系江夏镇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